下周一2010年羽毛球式锦赛将在法国巴黎开战 今天上午中国羽毛球队从北京出发前往法国 这次出发看起来和以往有些不同 白西装黑衬衣 一向运动打扮的队员穿起正装 看着就戴着一股精气神 感觉有点像奥运会的感觉吧 因为奥运会也是有正常代表团端服 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很重视这次比赛吧 因为这套衣服可能也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都有每个队员 所以说穿起来还挺自信的吧 上届市锦赛 傅海峰 蔡运苦战三局拿下男双冠军 说起这届市锦赛 傅海峰表示 虽然难度更大 但他们的目标不会改变 不会更不容易吧 因为这次希望能残联吧 特别是男双这一块 和蔡运 傅海峰不同 杜敬于扬虽然拿到过奥运会冠军 但是还从来没有站到过市锦赛最高领奖台上 而游博威的失利 更让他们憋足了一口气 试一下我没拿过冠军 肯定是谁想拿了 但是还是看搭档两个人在临场发挥吧 羽毛球试锦赛将于23号在法国巴黎开打 29号结束 我们体育频道也将从27号开始直播本次试锦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